一个美如天仙的模特儿在事业上如日中天时 嫁入皇室成为王妃 从此过上了锦衣玉石的生活 本应该是一个妥妥的人生赢家 但她在成婚的那天晚上却发现 噩梦般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月的频道 我主要讲述一些真实的案件故事 作为一个案件迷 我希望分享这些案例的同时 带给大家一些警示的作用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马来西亚王室的惊天秘文 这不是一个暗黑童话 而是发生在本世纪初的一个真实故事 2009年的一天 马来西亚国王病重 前往新加坡治疗 王子法赫里和他的王妃马诺哈拉 作为陪同一同前往 在豪华的医院中 王妃马诺哈拉看到了 有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 他鼓起勇气拉响医院中的警报 他向新加坡警方求助 并且出示了自己在美国和印尼的双重护照 在新加坡警方和美国大使的齐心协力帮助下 马诺哈拉被解救下来 成功逃离马来西亚王室的控制 这可是一个重磅新闻 大家可能会好奇 好好的王妃不当 为何偏偏要和皇室作对 像躲瘟疫一样急于逃离呢 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 这还要从我们的王妃马诺哈拉的身世讲起 1992年他出生在印尼的雅加达 他的母亲戴希是一个贵族的后裔 不过已经是家道中落 马诺哈拉的父亲则是一个美国人 女儿两岁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 马诺哈拉一直跟着母亲生活 不久后戴希与一个德国人在婚 老妈戴希一直宠上高消费和奢侈的生活 她对女儿的教育也很上心 马诺哈拉从小便掌握了印尼语 英语 法语等多种语言 作为混血儿 马诺哈拉的颜值出众 身材出落得脱傲有致 戴希看在眼里 心中有了奋斗的新目标 她把家族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的身上 开始控制女儿的饮食 请了私人形体教练 还带着她参加了名媛聚会 12岁的马诺哈拉便开始在梯台上展露头角 她迅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小小的年纪就上了多个知名杂志封面 一跃成为印尼的名模 随着演出和曝光机会的增多 她在印尼以及东南亚周边的国家 也逐渐名声雀起 这其中当然也不乏母亲的支持 和马诺哈拉自身的努力 她活出了令人羡慕的样子 2006年12月 神通广大的母亲戴希 搞到了时任马来西亚副首相 纳吉布 在吉隆坡举办的王室晚宴邀请函 上飞机前 戴希交代女儿 马来西亚有9个王室 未婚王子一大把 你只要搭上一个 咱们母女的后半辈子就不愁吃穿了 当时还不到15岁的马诺哈拉 哪里懂得如此深刻的人生道理 她只是好奇于王室的生活 抱着猎奇的心态跟随母亲前往 殊不知 那是一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转折 宴会上 清纯的马诺哈拉名艳动人 让马来吉兰丹王子法赫里 瞬间围至倾倒 十年27岁的法赫里 随后对家人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宴会过后还多次飞往印尼去见她 游艇派对不断 服饰名品礼物随手就送 只微博美人一笑 王子还带着他们母女出国游玩 参加各种皇室的派对 面对王子的疯狂追求 母亲戴希开心的合不拢嘴 但马诺哈拉却没有相中这个 大自己一轮还多 发量严重短缺的王子 他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 并不是金钱可以满足的 他也没有打算依附于任何男人的想法 因为他知道靠自己也能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更何况说通过侧面打听 这个王子的情史丰富 是个风月场中的老手 所以马诺哈拉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边法赫里王子钱也花了不少 却没有机会一亲方则 他很快失去了耐心 在一次约会中 他将马诺哈拉灌醉 强迫与之发生了关系 受到侵害的马诺哈拉向母亲哭诉了自己的遭遇 他希望能够报警处理 但戴希却对女儿说 在马来西亚 女人的地位低下 更何况对方是一个王子 就算是你选择去法庭告他 也没有任何的胜算 母亲戴希的如意算盘是 让他的女儿嫁给王子 看到如此局面 这位无耻的母亲不由得喜行余色 因为女儿距离王妃的位置又近了一步 戴希不顾马诺哈拉的抗拒 身泪俱下的逼迫女儿嫁给法赫里 似乎他完全忘记了王子 此前对女儿做过什么 还一直劝他 嫁入王室就相当于一步登天 以后一定会衣食无忧的 他劝女儿不要激动 拍着胸脯说要给女儿一个交代 他找了王子去谈判 要求对方娶自己的女儿 并且为自己偿还100万令吉的债务 协议很快就达成了 但是这个过程怎么听上去这么别扭呢 戴希显然是将女儿当成了摇钱树 伺机把女儿卖了个好价钱 达成协议之时 马诺哈拉才15岁 还未成年 她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王妃 还被称为马来西亚的最美王妃 2008年8月26日 刚满16岁的马诺哈拉 嫁给了29岁的法赫里 婚礼在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举行 印尼嫩摩摇身一变 成为马来西亚王妃的新闻 瞬间霸占了各大新闻的版面 如果是美满婚姻 自然会成为一段佳话 马诺哈拉原以为 嫁入王室后 她也依旧可以在事业上大放光彩 可没想到的是 她在婚礼后就彻底失去了人生自由 那个看上去眉清目秀的王子 内心里居然住着一个恶魔般的灵魂 当王妃踏入婚姻的第一日 就发现了新婚丈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 因为马诺哈拉竟然每晚被王子千刀万挂 新婚当晚 法赫里王子就露出了真面目 赫多乐的丈夫撕下了她乐善好施的面具 将马诺哈拉母亲对彩礼讨价还价的事情翻了出来 大骂妻子为了钱可以出卖身体 还对她极尽羞辱边打边骂 完全没有了当初追求妻子的那种爱慕之情 法赫里还有个奇葩至极的虐待嗜好 她常常在马诺哈拉晚上入睡后 给她注射类似镇静剂的药物 趁着王妃被下药后不能反抗 法赫里便有小刀子在她身上划出各种大小不一 身前不同的伤口 让她伤痕累累 眼看着伤口流血 法赫里竟然一点都不心疼 反而情绪很亢奋 被下药的王妃无力反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子的锋利刀尖在自己身上游走 忍受着千刀万剐的煎熬 马诺哈拉原本是一个前途万丈光芒 身心自由的女孩 却被母亲戴希算计 误入王室的牢笼 关键的是 她并不知道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会持续多久 她曾经尝试逃脱 她跑到了警察局报案 报警的警察听到她被虐待的叙述很是气愤 但当警察得知世报者是王子时决定将她送回到王府去 在马诺哈拉嫁入王室后 母亲戴希并不知小女儿在王室的消息 或许她只是雇着数钱吧 王子也几乎切断了王妃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 马诺哈拉倍感孤独 还遭到了身心的虐待 她发现求助无门 一开始遭到王子肆意打骂时 她还会分歧反抗 然而她一旦露出反抗的意图 法赫里就立马挥舞拳头 施以暴力 拳头就像雨点一样的密集 为了能够摆脱被割伤的困境 她每天晚上强撑着不敢入睡 生怕再一次被下药 身上再次留下无数的疤痕 而在精神状态稍微恢复正常的情况下 她决定自救 曾经多次策划了逃跑 但法赫里不仅派人监视她 为了不被别人发现异样 还专门给她打了激素 在激素的作用下 马诺哈拉渐渐失去了名模的好身材 逐渐变胖 外界还以为她过得非常的幸福 性宽体胖了呢 马诺哈拉无疑是史上最惨王妃 她曾多次尝试逃跑 最后都被王子抓了回来 而且无疑幸免的招来一顿毒打 但马诺哈拉并没有放弃自救 仍然怀着生的希望 也可能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感动了上苍 让这位美丽又凄惨的王妃 终于寻到了逃出生天的机会 2009年5月 王子的父亲基兰丹州的苏丹病重 前往新加坡治疗 马诺哈拉作为王妃 陪同王子一同前往 新加坡不比马来西亚 那里医院的安保 也比不上马来西亚王室住宅内的安保系统 马诺哈拉死所再三 最后决定称人不备 迅速在医院拉响了警铃 引来了新加坡的警察 当时刚好有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在场 他立即求救并出示自己印尼和美国的双重护照 美国大使馆人员和新加坡警方齐心协力 及时护住了马诺哈拉 没有让王子抓住他 并且在印尼大使馆的帮助下 马诺哈拉终于顺利的回到了雅加达 这一位落跑的王妃刚刚结婚9个月 她决定要为自己讨一个说法 在母亲戴西的陪同下向印尼警方报案 她随后还通过开新闻发布会 把自己嫁入王室的悲惨遭遇都公之于众 还将王子法赫里告上法庭 要求离婚并索赔 这个重磅新闻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马来西亚王室竟然有如此恶魔般的行径 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针对这些报道 马来西亚官方表示这是王室私事 官方不会介入调查 而马来西亚吉丹州王室对此失口否认 马诺哈拉去了医院验伤 医生的报告中显示 马诺哈拉此前确实遭受过严重的虐待 身体上有多处被针孔注射 被刀子划伤的痕迹 伤痕累累 不过她曾经使用手机拍摄的照片不太清晰 得知情况的印尼民众 此时开始同情这位曾经的名模 感慨这位最美王妃 竟然沦落成最惨王妃 印尼法庭传唤了法赫里王子 其了王子不禁否认了所有的指控 还反咬一口 还记得马诺哈拉的母亲当初为卖女儿 向王子索要大量钱财的事情吗 这恰好成为落在王子手上的把柄 王子回到马来西亚 反手控告了马诺哈拉及其母亲诽谤罪 并声称自己被骗婚 同时要求王妃返回王室 他还声称 马诺哈拉自己就是有被虐待的嗜好 这次起诉是对自己和马来王室的诽谤 他还要求马诺哈拉及其母亲 赔赴自己上亿令吉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折合人民币1.5亿以上的巨额赔偿 消息一出印尼方面炸了锅 许多印尼的女权组织 律师和印尼外交部 纷纷愿意为马诺哈拉提供援助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马诺哈拉拒绝了外交部的好意 没多久 女权组织和律师也对外宣称 不再参与案件 他们的理由是 马诺哈拉并不配合 不能给出关键的证据 案件的走向越来越迷幻 2009年12月 马来西亚吉丹州法庭 做出了缺席审判 裁定戴希和马诺哈拉母女 诽谤罪成立 令母女二人在30天内 赔付法赫里王子600万令吉 同时 马诺哈拉还需要在14天内 回归王室 否则将会失去王妃的身份 和相应的权益 母亲戴希表示 他们不会理会 马来西亚法庭的判决 反正那个鬼地方 他们这辈子也不会再去 不过戴希一看 情形不对 害怕自己要钱不成反坐牢 她首先就退缩了 戴希劝女儿放弃诉讼 马诺哈拉非常委屈 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 就连陌生人都给予同情 偏偏自己的母亲 再次劝自己让步 戴希则使用了攻心战术 她抓住女儿孝顺的软肋 哭诉自己维持家庭 养育女儿是多么的不容易 现在家庭遭此变故 与王室作对 势必没有好的结果 其实母亲戴希的态度 在一开始就注定了 马诺哈拉起诉失败的结局 有句古话说 名不合官斗 两方实力确实悬殊很大 加之母亲和王室的重重压力之下 马诺哈拉最终还是选择撤诉 并与王室和解 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和解方法 我们普通人不得而知 但毫无疑问 自私的母亲再次毁了马诺哈拉 让她的索赔和求助都成了泡影 午夜梦回 马诺哈拉是否会后悔 自己当初听了母亲的话 嫁入王室 迎来那段为时九个月的性奴生涯 之后的马诺哈拉 顶着马来西亚出套王妃的头衔 一下成为印尼顶流明星 她陆续接了很多的演艺合约 频繁在电视节目上 大谈马来王室的黑幕 网红也好 名言也罢 她还出演了很多的电视剧 马诺哈拉的热度一直不减 坊间开始流传 当年是她那位星基母亲戴西 一手策划了女儿出套王室 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财和名气 如今的马诺哈拉事业再次如日中天 拥有了自己的传媒公司 她热衷慈善事业并且积极从政 还参选了议员 回顾整个事件 母亲戴西和王妃马诺哈拉 应该都是斗士级别的女人 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认为 马诺哈拉是被母亲戴西送入虎口 说戴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毒女人 卖女儿寻求奢靡的生活 但反观戴西走的最后一步 要求女儿撤诉 她应该还是有远见 并没有将目标盯在皇室的赔偿金 而是希望稀释宁人 让女儿有一个新的开始 是非功过自由后人凭说 起码戴西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女儿 一个坚韧不拔的为自由而逃亡的斗士 好了 今天的那件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你对这位印第名模的离奇经历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将自己的想法写在留言区 我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果喜欢别忘记点赞订阅哦 再次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